这一集将会很快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泰国不同的召车经验 我们逗留了在曼谷一个星期 用了很多不同的APP去召车 亦乘了很多不同的车款 请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Follow Instagram Facebook 都是叫做K4嘉楠 有兴趣去泰国的话记得留意这一集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为什么跟嘉楠第一次去旅行 就会选择曼谷这个地方 最主要是因为交通 它是跟内地一样 可以用一些召车的APP 可以点到点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不需要四处找车搭 或者去搭地铁之类 而且去搭车的车费 亦都是很便宜的 也都消费亦都很便宜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地方 最重要是它不用带太多行李 因为天气热 我们接下来7天 全部都是召车的 用不同的APP 又用BOOT 用GRAP 又有的士 又坐了K6的车 那我们对上一次去泰国 就是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 每个都只会用GRAP去召车 因为是很方便 四处都召车 又比的士便宜 又安全 就是因为泰国的士 其实你一搜寻 上网就是 很多很多的负贫 兜路 坐地起架 不跳标 又不懂路 真的很多很多 很多人都只懂得GRAP 因为去泰国来说 只懂得这个程式 因为之后疫情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事 因为那时候GRAP的竞争对手 UBA就跟他在2018年的时候 GRAP就收购了UBA 所以他们就没有了竞争对手 那就发生什么事呢 那他就会越来越贵 而另一边商 就是出现了BOOT 他在2019年至2021年 是在泰国上極速发展 那在今次旅行资料搜集的时候 我都听到很多很多人都说 是现在要用BOOT 就不用用GRAP 因为BOOT是便宜一半 而且服务好 他说到很多东西都很好 又便宜 又没有额外收费 而且多数是收现金的 那因为通关之后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 所以第一次用BOOT 但是试完呢 真是完全 难怪那些人说 可以删除了GRAP 真的不用用GRAP 因为BOOT真的服务很好 但他呢 我真的搜寻不完 他唯一的缺点 就是说他是没有投诉的 是没有客服的 而且看不到一些司机的背景 或者后台资料 那我们多数都是用APP 用英文去联络的 但都比搭的士 我们在今次泰国之旅 都搭过一次的士 但我真的很救命 我们一上到的士 他连个跳标都立即关掉了 而在途中 我拍着他 立即关掉标 他明明不关路 又打回台上问 我们关掉标之后 开了车 才跟我们说 要再加多少钱 然后他又不关路 兜来兜去 我们原本是十分钟的车程 兜了差不多八九个字 才回到他 但是你没办法 你在他手上 我们又有个BB 你真是彈求平安回去 现在途中 就是另外叫一些大车 如果用Bose 叫大车 在我们香港来说 可能是七人车 这里可以整个BB车 抬上来绑住BB车 真的坐十个人 是完全没问题的 他们的大车来说 在Bose的界面 都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车款 最便宜的是 选择一些Bose的司机 但经常都说是没有人 没有人 但原来 你出去再回来 就有的 他说可能要等半个小时 其实不用的 你跳出去煮叶 然后再跳进去 你又有的了 途中 就是去Klook 找了一辆车 去巴提亚 我们就找了个BB座位 坐得舒服点 其实也很漂亮 这一辆车 其实它应该是家庭车 这一辆车 很多小朋友的设施 都不错 不过Klook 就比较贵 这一程叫$350 加上BB位 另外 我们去动物园 又去了KK Day 乘车 车连门票 连到导游 他们的的士司机 全部都是导游 他就$700港元 再连入场券 动物园 那里 其实在泰国 今次去完之后 我都觉得 可以删除了 Grab的程式 因为真的很贵 跟我一百年去的时候 是不同了 很贵 而且他还会取消你的单 你确切留意着 他好像 觉得是比较高傲的司机 好像高级一点 他会取消你的单 途中这辆又是大车 车我们回到曼谷 又是参加BB舌位 大到坐10个人 大家庭去旅行都没问题 都是$300多元 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去旅行 是真的划算的 参加这个真的划算 去到BB舌位 我们回程 有了一张桌子吃饭 可以坐下来吃饭 真的很不错 最后的结论 就是手船用Bose去参加车 然后先用Grab 如果真的走投无路 才坐的士 如果长途车 就记得用K6 和KKD 拜拜